这个女人正在船上沐浴阳光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警笛声 并静一看 是一群穿着黑色皮肤的海景 而她的几个朋友正在海底寻找宝藏 他们发现了一门古老的大炮 几天前男人在海里潜水 不小心把手表弄丢了 可当她去海底寻找时 却意外在海里发现了一把香满红宝石的黄金遗水 杰拉德高兴极了 看着秀气斑斑的城市 至少沉在海里也有几百年之久 他们赶紧回到船舱里翻阅古书 净意外发现了著名海盗的宝藏线索 为了证实古书上记载的是真实的 她再次返回海底 一番探索后 果然找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压舱室 她返回海面 欣喜若狂地和同伴们分享喜悦 不适合的朋友觉得这就是一块破石头 但是杰拉德却告诉他们这是一块压舱室 也就是说明海底肯定还有古老的沉船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深海处还有一架带满毒品的飞机 和一艘装满黄金的沉船 等着他们前去探索 为了早日可以找到沉船里面的宝藏 杰拉德带着朋友来到集市 买了一些更精湛的探宝仪器 之后他们再次回到当初寻找沉船宝藏的海盗 拿出绳子划分出大概的区域 紧接着用金属探测仪认真的探测着 黄天不负有心人 底表盘的指针开始转动 杰拉德赶忙示意凯恩过来 用手指下面的方位 凯恩秒动 吹风机的锋利一下子就将沙土吹开 一条手臂粗的生锈链出现在他们的视野 在铁链的线索下 他们寻找到了一颗远古时期的大炮 这颗把两个人激动坏了 顺势就抱在了一起 感觉金钱源源不断地朝他们飞来 两个人用绳索固定在大炮的围团 紧接着把氧气冲入悬浮气囊里 打算把大炮运上去 其中一个女人察觉到了不对 如果现在出去肯定会被海底发现 那寻找沉船宝藏的计划也就泡汤了 就在他们快要接近海面时 杰拉德指挥凯恩可以将气囊里面的氧气放掉一些 这样就可以减慢他的上升速度 但是不靠谱的凯恩操作失误 一不小心把氧气全部放光了 大炮没得福利开始急速下坠 更倒霉的是凯恩被绳子缠住 大炮把他死死地拖了下去 手臂在这个时候也被压住 杰拉德使出浑身力气 大炮依然闻死不动 都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 氧气瓶里面的氧气在这时也所剩无几了 几人只好轮流吸一个氧气瓶 偏偏这时鲨鱼也过来凑热了 好在被一个巴掌扇走了 为了将大炮抬起来 杰拉德只能将仅存的氧气冲到气门 拼尽全力把大炮抬了起来 看到缝隙的凯恩赶忙把手偷出来 之后他们快速返回到船上 小山发现领队竟然是他的老同学 几人寒暄一番之后 领队就带着自己的小弟离开了 虽然这次没有把大炮成功地带上来 但是可以发财的机会绝对不会让他从手边溜走 隔天一早 几个人又来到了这片充满神秘的区域 更大的惊喜正等着他们去探索 杰拉德被一处闪烁着亮光的地方所吸引 在好奇心的驱逐下 他打算由过去一探究竟 在过去的途中 杰拉德还发现不少金属残骸 跟着这个线索继续寻找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架出事故的飞机 这让他非常吃惊 赶忙游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同伴们 于是几个人一起潜入水中 看到飞机的导通玻璃都已经碎裂 杰拉德将舱门打开 几个人进入内部才发现 里面竟然装着上千吨的毒品 面对这些意外的才会让几个人 有点不知所思 朋友凯恩和他的女友阿曼达 提议将毒品外扬 发一笔横财可以让他们赚个盘满坡 无论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喜怒 但是杰拉德理智占据了上风 绝对不会做触犯法律的事情 现在的他们还不能将 飞机失事的事情告诉警察 如果现在说出去 警察肯定会封锁整片海域 这样他们就不能寻找沉船宝藏了 于是几个人商量 把沉船宝藏挖出来之后再报警 可即使这样 队伍里的阿曼达还是不死心 趁着别人都在寻找沉船宝藏的时候 他独自一人偷偷溜进飞机里 但是做坏事迟早是会遭到领导 在飞机里他的氧气罐被划破 这边的凯恩刚游出水面 发现阿曼达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顾不得有过多的思考 赶忙让凯恩拿氧气瓶 自己一个人去寻找 终于在那架失事的飞机里面找到阿曼达 这次的寻宝之旅 让他们找到几个世纪的沉船宝藏 用水清洗一番之后 白藏在海底的秘密 也渐渐地恢复原本的真容 竟然是一把银色手枪 枪上还配有拉丁语标记 配套的火药桶上还刻着一处海 几个人查阅书籍才知道 这些东西竟然是几百年前海盗船者的船 当年他开着西风号 抢夺很多的金银珠宝价值集 那些财物肯定还在那片海 一定要在别人不知道钱 尽快打捞上来 晚上他们去酒吧庆祝 他们跑到船上乱翻 想找到一些线索 可有所警觉的杰拉德 带着凯恩杀了个火马枪 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 在船上杰拉德发现他们掉落的帽子 这个帽子上的标识 不就是钱老板的手下 钱老板可是寻宝老手 如果被他们知道肯定就王大 杰拉德找了过来 将帽子丢给钱老板 不管杰拉德如何制吻 他打死都不承认 这也让杰拉德对他们有了危机意识 如果还是这样迟早都会被发现 现在的他们等红鱼 用汤勺挖沉船网 但是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任何资金购买 更高级的装备 凯恩建议把海底的毒品 拿出来一点偷偷卖点 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至极 可还没有被冲昏头脑的杰拉德拒绝 因为他不想陷入牢狱之灾 不管凯恩怎么说 他都不为所动 但是凯恩不甘心 晚上带着女友阿曼达驾船出海 偷偷潜入飞机取了几包毒品 隔天便找到了当地地头蛇的小弟出出毒品 可他们都知道的是 毒品就是前段时间他们丢失的 凯恩和女友阿曼达钱也没有拿到 还被当作人质扣押了钱 毒贩老大表示飞机上有800公斤毒品 让杰拉德12个小时归火 否则就让他心爱的女人领盒饭去 杰拉德不得不妥协 找毒贩老大要3万块买装备 晚上小山得知要给毒贩卖你 当机立断地拒绝了 打死他也不会去出不法律的空间 但是几人已经骑虎难下 只好硬着头皮帮毒贩干活 当他们拍着打捞船来到 有沉船宝藏的海域 立刻打开清理设备 巨大的吸力将海底的沙土吹散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艘古代沉船 再经过仪器的进一步清理 船里面的大众出现在眼前 上面刻有的文字标注着 正好是他们寻找的百年古船西方号 现在还不是找宝物的最佳时机 因为他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几人只能将飞机里的毒品 一点点地预送上去 当阿曼达把毒品送上去时 一只鲨鱼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后面 突然鲨鱼凶性大发给他来了一口 船上还在打捞毒品的杰拉德 突然听到惨叫声 赶忙下海去帮忙 可此时阿曼达的腿被鲨鱼咬掉了大半 尽管送进了医院 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阿曼达就这样领了盒饭 得知消息的小山赶忙来到医院安慰杰拉德 就在他们回家的途中 正好遇上了索要毒品的毒贩 几人开车赶紧逃跑 可毒贩怎么可能让他们逃脱 将这些天寻找到的宝藏都给了出去 并告诉他们海底还有更多的沉船宝藏等着挖掘 毒贩开心地把杰拉德带回老婆 发现里面杂乱无章 肯定是有人闯进来 他们赶紧让杰拉德趴下 毒贩小心翼翼地检查传理情况 结果被一枪打中了头 杰拉德听到声音赶紧下去查看 竟然是钱老板杀了毒贩头疼 他想撕吞那些毒品 杰拉德知道自己再不死就得死 于是趁机跳海逃走了 小弟见状立马开枪往水里扫射 可钱老板不可能轻易放他离开 派小弟开快艇追上去 眼看就要追上杰拉德了 机智地他直接躲到了快艇底 死里逃生的杰拉德来到指定地 但是只有凯恩议员 他只能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在他们开车逃跑时 小山找到了自己的警察同学黑仔 将他们发现毒品的事情全盘说出 希望可以寻求警察的帮助 天真的小山就这样被同学出卖 杰拉德接到电话 原来是钱老板打来的 通知他如果想要自己的女朋友活命 就赶快把毒品交出来 杰拉德只好和钱老板约定好一点见面 带他去藏有毒品的海 刚到那片海域 杰拉德表示他这样做迟早会遭天前的 不放过自己的女朋友也休想得到毒品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跳进海域 钱老板赶忙让手下穿好装备 一个个地都跳了下去 他们如愿地找到了那架湿湿的飞机 但是里面只有被划破的毒品盖 原来是凯恩提前来到这里 把毒品都划开了 早就埋伏在这里的凯恩上前就是一拳 紧接着杰拉德就用袋子把敌人勒死 巨大的声音顿时吸引住在附近的队人 当他们赶来却没有看到他 可飞机就那么大点地方 敌人找到他们上来就是一枪 幸好两个人反应迅速地躲掉离开了 可刚出去又是一枪 凯恩挡在杰拉德的前面 在他要被敌人拉入海底的关键时刻 杰拉德一枪就打在敌人的脸上 鲨鱼闻到血腥味 直接把他咬的渣都不剩 杰拉德赶紧帮凯恩查看伤势 还好没有什么大事 给他笔划交给自己 就让凯恩上去吧 与此同时 绑架小山的船上只剩下一个人 敌人被他用门夹住了手指 小山赶忙拿无限对警机求助 可敌人对自己太好 直接用脑袋把玻璃砸碎打开了门 他顺手拿起了一把锅盘 要让欺负自己的女人付出代价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 刚刚到甲板上就被小山用铁棍打倒 紧接着掰住他的断手一拨扎进海 敌人身上的血腥味马上吸引到一条鲨鱼 小山趁机给了他一脚 敌人立马就成了鲨鱼的下酒餐 这边的杰拉德刚进入飞机想吸氧气 钱老板突然偷袭 幸好杰拉德把他的氧气管发断了 一拳击退了钱老板 之后的钱老板拿出枪想打死杰拉德 在关键时刻 杰拉德疯狂敲打氧气笔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钱老板和飞机彻底融为一体 六个星期以后 他们再次来到了那片有沉船宝藏的海 几人小心翼翼地将大炮吊了上来 可就在这时 忽然钢丝绳断了 大炮再一次掉入海底 不偏不倚地砸到了西风炮残海上 里面正好是他们正在寻找的环境